痛一次 那我们是一年做一次生日 算不算了 所以各位要精进 一个礼拜就是一次的生跟死 然后我们要在生死死亡之前 改掉自己的烦恼习性 消除自己的恶业 如果你不消除恶业 那现世痛苦来世痛苦 所以那恶业来自于烦恼 贪嗔痴傲慢嫉妒 所以我准备 现在开始要办一个活动 叫选模范生 你如果没人算到 不要了我跟你说 以后要做什么会长 联络人什么 你要模范生才行 那不是模范生 换人好一点 为什么因为不精进 怎么可以成为模范 佛教是以德福人 不是特权 不是老教 不是这个啦 是因为你的深口意的精进 所以当然啦 有人说 书你说我没精进 我整年都想北冠在街 你说这句话就很没精进 很不谦虚 很骄傲 你不知道你修行 不是你外表啊 如果外表吃素就可以成佛 羊就成佛啦 羊比你还早睡觉啦 但是讲的是心态 乃至帮助服务众生的品质 要增加啦 所以我想有人贪钱 有人好色 有人爱睡觉 有人恰恰叫 爱说话 这样啦 那这些 这些烦恼习气 各位一定要改变 那现在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没惭愧心 你跟他说的 我哪有都在说的 我整间我疏忽都没事情 那没惭愧心 那就没办法了 七圣财里面 第一个要有信心 第二个要自惨 第三个要愧他 你没有惭愧心 又得不到福报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精进 所以有人问我说 海盗瓦斯 最近怎么看都在出国了呢 怎么没在台湾 我每天看一看 我换个新闻来看 为什么 因为台湾谁套套 差不多 这样不进步 会进步的会进步 不会进步的不进步 但是各位呢 这样以后就不好了 所以在密宗说 弟子不精进 师父折寿 这意思啦 弟子破戒 师父也要堕落 所以我想 这讲是有道理的啦 所以我们希望 三宝的加持 我们的老和尚 师父上师 都不断地加持我们 那我们做弟子啦 就很精进 这就是最大的供养 所以 孩子也没友好 老爸气死 就是这样的 还喜 所以 做孩子 给别人烦恼 然后呢 这个孩子也没法 所以同样的 我们做三宝弟子 那我们要 非常的精进 如果你真实在精进 不管在哪一个修行 那一定对 自己的亲人 先有帮助 你给人家的感受 也不一样 因为你在进步 所以各位有家庭 有家庭 那最了解的 就是你的家人 所以你一定要问问 你的家人 到底 你有没有进步 还是从别人的眼神里面 看看 你有没有进步 所以进步就是 就是一杯 脏脏的水 现在干净了 谁一看也知道 臭臭的现在变香了 对不对 脏脏的衣服 现在不但干净 还烫得很好看 这是谁都可以感觉出来的 所以我想修行要 要不断不断了 让自己在各方面进步 不是说 我心好就好了 我天天念佛 但是你声音没进步 你眼神没进步 你做事能力没进步 那代表你方法有问题 因为站在大乘佛教 我们的目的是服务众生 就像现在的电脑手机 你不进步就被淘汰了 就被消灭 所以一方面要自我进化 二方面要立他精进 所以佛陀为我们定出了波罗蜜 六波罗蜜 一方面立他 更重要自立 从布施消除欠贪 从持戒消除伤害 所以有些人还有报复之心 今天我不服从你 我就要用文字攻击你 用语言攻击你 乃至看着你 不要跟你说话 不送 那这也是一种诚恨伤害 用行动来抗议 你去东我就吸 这个心态很恐怖 所以所谓杀生并不是坚持 动物把它杀 杀生是你还有排斥众生的心态 就是杀生 因为你用这样子抗议 比如说这个人在唱歌 别人都鼓掌你就不鼓掌 那也是一种抗议 没错 因为不喜欢 我想那我们要持戒消除伤害 因为我们是要拥抱众生 不能故意去排斥众生 当然有些人说 那些人很败很败 很没追准 那没办法 我们要修忍辱 虽然我们心里替他难过 没有这个老母看着 狗在吃毒 就会等到死 没有了 这个老母应问 我不舍弃你 但是我怎么帮助你 这样而已 他的动机绝对没有伤害 而是动机是个帮助 这样才对 所以我想我们大乘佛教 然后要持戒 什么戒 不舍弃众生 让对方成佛 要如此 但是各位呢 在这一点 你要一直问自己 因为如果要舍弃一个众生 你又不能成佛 所以不知道 有钱我对你好一点 没钱我不理你 这个漂亮的恩道 对你好一点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人找我 舒服 你又不能问众生 给你问那个呢 因为我关心他 对不对 我想看到他 那这个都是一种执着 所以佛像的漂亮 去看 看那个女人要做什么 看那个女人要做什么 那你有分别心 那你就没有佛法的想法 那这个分别心 就是一种伤害对方 为什么你爱恋对方也好 你排斥对方也好 那这样就没办法帮助他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要必须不断地反省 不然的话 有时候你一生气 就想要骂对方 那时候你都忘了 你是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 佛法 如何把佛法 用在你的当下的心态 佛法像呼吸一样 呼吸 不能停止呼吸一样 所以我们的念头 要保持正念 所以各位在这个时候 一步一离开正念 要赶快齐请 那么大四肢菩萨 那么大精进菩萨 希望自己能够 像大四肢菩萨一样 所以我想 除了精进 大家都了解佛法 但是如果你放异不精进 那再好的佛法 对我们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要这样来供养 大四肢菩萨 就要保持 把众生当如妇如母一样 愿众生能够成佛放光 你要为此而精进 所以大四肢 他走一步 大地震动 山途离苦 世界放光 所以叫有非常有力量 所以叫大力菩萨 所以我们叫大智大悲大力 所以要有这个圆满的力量 去帮助众生 当然在经典上 大四肢菩萨 就专门的经典没有 大部分都是 大四肢菩萨念佛言通章 或者在其他经典 大四菩萨讲到 因地如何修行 的一些简单的方法 那今天 第二个殊胜是 我们尊圣佛母 佛塔 今天要开光 然后我们特别请来了 那瑟拉切的 助持仁波切 担真讲啪 曲解仁波切 笑我回来 然后为这个佛塔 开光 那很恰巧的 也刚好 他们不知道今天佛塔 开光 然后就准备了一尊 佛像要送给我 我就问一下那是什么 原来是尊圣佛母 所以在佛教里面 佛教里面就是 不可思议 他们也没想到 我们也没想到 那这个叫因缘 所以我尊圣佛母的咒语 是从我们 瑟拉切前任 在前任 在前任 巴登伦波切那边 得到了 尊圣佛母的 这种灌顶 那我为什么 对尊圣佛母 特别有这个信心 因为我很少做梦 我有一次梦到 尊圣佛母 等我做完梦 那我才去找 看相片 原来是这一尊 尊圣佛母 那这也是代表 素式的因缘 梦也是自己的 意识的种子 浮现出来的 那过去一定有 修过这尊菩萨 所以那你就会有 就像做了那个梦 那突然巴登伦波切 也要传尊圣佛母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因缘 不可思议 就像今天尊圣佛母塔 人不切就来了 他要送尊圣佛母 供养在我们道场里面 大家都可以礼拜 所以今天也会讲一讲 或是有时间 造塔 我尊圣佛母的功德 各位如果去参加 供佛 中午那些美女 人家在供养 走路壮不壮严 有练过的 身材找到他一样一样的 脸还长得漂亮 他们都问我说 这顿去哪里找 我说这疑人人 不是台北车来 谢谢 所以各位 我只要走个路就要修行 不容易 有些人 你叫他这样走 拍看就是拍看 没办法 没练过 这叫放译 所以我想 我们师父叫我们一出家以后 穿个海青 那你走路 讲话 坐着 眼神都要端正 因为别人都在看你了 你为什么要穿海青 你为什么要理光头 你理个光头 吃得太胖都犯戒 脸色昌牌都不好 因为你代表修行人 修行人就是要有福报 别人才会对你有信心 所以你既然代表修行人 那你每一个动作 所以以前我们在打坐 师父还跟你拍照 你看你那种敏感觉都打坐 你睡吗 吐骨吗 还是在想起呢 因为你的相由心生 你的心没有在思维佛法 你就没有法相 对吗 你的心我都打坐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能想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你的相就不好看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我们追求达成佛教 百节修向好 这意思不是说 等到以后再来修 现在你也要修 你也要修 外也要修 身口意都要修行 所以那我们的身口意 也是我们累积的 业力造成的 那所以各位八观灾界 这一天 那你要变一个人 变一个人 修行就是改变 你要变一个人 以佛为标准 以菩萨为标准 今天你要学四倍观音 还是你要学地藏菩萨 这个在藏传佛教 就是修仪轨 一天一夜 七天七夜 四十九天 三年三个月 再修个绿度母 当然你修了怎么样 念了怎么样 而是你有没有 绿度母的这种 基因细胞 DNA在你身上 如果你能够修到这样 连石头都变成绿度母 就这个意思 你的骨头将来活化 也变成绿度母 就是这样 这是真实的 所以我想 我们为什么要 够自己找一尊本尊 你是修奥迷陀佛的 那你要让别人感受到 你是阿弥陀佛的代表 在你身上 有阿弥陀佛的身口意 功德事业 要展现出来 所以一个人说 我念佛二十年 念佛二十年 看你像陀山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 念佛的那种身口意 那这样意义就不大吗 所以各位这一点 要有惭愧心 因为惭愧心以后 精进 精进让自己 朝这个方向 去学习别人 别人为什么唱歌好听 别人为什么走路好看 别人为什么讲话好听 别人为什么写字 装严 别人为什么念经 念得好 所以他的仪态很好 别人为什么可以 有很多的众生 法语言 等等等等 所以像我每天 跑遍很多地方 我都去学 这个人的特色在哪里 当天就把他吸收了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好 好